打开英雄联盟宇宙的地图 如果你足够心细把乙序塔尔放到最大 你就可以发现一个叫做张英丛林的东西 或不是地方 而这个地方正是雷恩加尔所出生的地方 同时也是他的绯闻女友奈德利所被抛弃的地方 不是被雷恩加尔抛弃啊 而是被自己的父母亲抛弃 没错 本期视频的主人公就是这个黑皮健康的丛林女猎手奈德利 还记得前面所说的瓦斯塔亚族吗 本期视频我们不仅要讲关于奈德利是如何成为狂野女猎手的 我们还要研究他的到现在英雄联盟都还没有解释的身世 看看奈德利究竟是属于什么物种 而他为什么被父母抛弃 既然连续讲了两个乙序塔尔地区的英雄 那就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乙序塔尔在英雄联盟地图中的位置吧 乙序塔尔属于数瑞马大陆的东部 而数瑞马大陆与主大陆和埃欧尼亚大陆 共同组成英雄联盟地图上的80% 剩下的就是一些岛屿 而位于数瑞马大陆东部的乙序塔尔 由三部分组成 帕若萨 乙序奥肯和障音丛林 其实这个障音丛林更像是无人看管的地方 所以官方其实并没有把它划分为乙序塔尔 但我心想着 这个丛林就被大海和乙序塔尔包围着了 不归乙序塔尔管那归谁管呢 所以我就擅自的把这个丛林当作乙序塔尔的一部分了 好像有点科普过度了 无伤大雅 今天奈德利的故事依旧是发生在乙序塔尔的南部 障音丛林 那么故事开始 我是一个孤儿 不要笑 某种意义上的确是 我被爸妈扔在了这个有许多神奇生物的丛林中 而被抛弃的我当时还只是一个指挥库的小孩子 奈德利被放在一个丛林里叫空的位置 身上盖着一片很破烂不堪的布 他的后背直接接触凉凉的大地 这让他感到十分的难受 再加上现在的他特别想喝奶 这又饿又凉的 不一会儿就哭出了声 啼哭在较为安静的障音丛林中显得尤为明显 显然这只会招来野兽 进而减短奈德利的生存时间 感应到啼哭的是一头母狮子 好像是刚生下小狮子的阶段 在那母狮子的后面跟着一群和奈德利一样没有断奶的小狮子 然而就当美洲狮靠近奈德利的时候 一件极小概率的事件发生了 美洲狮似乎闻到了他身上的一种味道 这味道很熟悉 这女孩不是纯粹的人类 而带有兽性 这是美洲狮对奈德利的第一印象 而接下来可能是因为刚生了小狮子 母爱饭了 美洲狮用嘴把奈德利拖到了他的巢穴里 奈德利一开始和其他的小狮子一起生存 刚开始除了大母狮子以外 其他的小狮子都排斥这个和他们长相不一样的生物 不过经过了一段时间适应之后 他们便放松了警惕 开始共同生存 奈德利的幼年生活 就在母狮子的悉心照料下 慢慢的读过了 和小狮子们一起长大的奈德利 也该到了自己独立狩猎的时候了 这狩猎能力一比 奈德利直接怀疑人生 他既没有锋利的爪牙 又没有脚尖的身体 而他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 依次开始雕毁猎物的时候 他急得不行 他也学着他们的样子 用爪子攻击 但是这人的手指甲也没有什么杀伤力 试了几次 全部失败 奈德利果断放弃了这种方式 狩猎方法肯定不止一个 他换了一种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之后 事情有了起色 他开始留意森林中的果实 绿色的果实很甜 可以帮助伤口愈合 红色的果实一碰就爆炸了 他可以用小石头子扔这些红色的果实 从而引发这种爆炸来逃跑 或者恐吓野兽 而如果天黑了森林里有种蓝色花朵里面的花粉 抖一抖它 路就会变得特别清楚 他开始借助环境的力量 并且他用稻草和猎物的牙齿做成陷阱 并用这些东西捕猎野怪 他开始狩猎成功了 每次和野怪战斗都特别的迅速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耐得力从狩猎最差的那位变成了最强的那位 眼看着一步一步的好下去 但是他的身体好像又出了某种问题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自己推测可能是因为随着我长大 我体内有股能量包含不下了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有的时候 我的手指甲 能明显感觉到变长 变厚 变尖 而手掌也迅速长起棕色的毛 我有意识的 这是我小时候特别渴望的锋利的爪子 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 而且这种变化还不受我控制 更离谱的在后边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 我会毫无征兆的发高烧 身体会很热 每次我发高烧的时候 我都会独自一人躲在妈妈的巢穴里养病 但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异想 还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有两个很模糊的黑影 总是对我关怀照顾 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因为我真的很少体会到被人关心的感觉 但由于我高烧 我根本看不清他们的长相 他们有意识的让我离开巢穴 但同样是因为高烧 我自己很难卖出巢穴 所以每次都不了了之 这些事情的发生 让我觉得我可能有另外一个身份 或者说 我现在对我自己的身份 真的是十分好奇 而这种奇怪的感觉 在一件事情中彻底释放出来了 奈德利获得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不过这并不能让他高兴起来 那是一场暴雨 暴雨未炎热的夏天 带来了些许的良意 就在这时 奈德利感觉到似乎有什么杀意巨大的东西过来了 他现在正在外边捕猎 这时他变得警惕起来 丛林中的确有很多凶猛的生物 但每次比拼后 奈德利都是略胜一筹 但现在这个 不对 这群生物似乎战力很强 这是他多年的经验判断出来的 他警惕着 看着周围的环境 选择了一个较为隐蔽的道路 往母亲的巢穴跑去 现在的母亲战斗力没有以前高 哪怕是万一的危险性 事情总是那么的折磨人 所担心的事件似乎是上帝的安排 当他到了家附近的巢穴时 发现母亲身上 有着许多处被打伤的痕迹 而母亲正在往巢穴外跑 显而易见 所有孩子都被母亲命令 待在了巢穴里较为隐蔽的地方 很显然 母亲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 奈德利心中突然燃起了怒火 肾上腺素飙升 血管爆裂 他快速地冲出草丛 发现自己的身体好像是在变化着 而当他到了母亲旁边的时候 他也看清了敌人的长相 一群巨大的 有着人和狮子的特征的种族 肉齿兽 为了保护母亲 他猛地向前冲了过去 这时才发现 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只美洲狮 他迅速地咬破了一名肉齿兽的喉咙 然后快速地向后撤退 变成了人形 奈德利似乎没太听懂 另一名肉齿兽在说什么 但他也惊讶于自己 为什么能懂一点肉齿兽的语言 突然一个木柄 前面绑着尖锐东西的武器 冲向了奈德利的母亲 他反应迅速地抓住了 并且发出了一声怒吼 肉齿兽吓走了 但母亲的伤似乎也来不及治疗 他的气息开始逐渐变弱 母亲的生命还是到了尽头 奈德利很伤心 但也知道母亲生前的愿望 就是为了保护他的孩子们 他捡起肉齿兽 想要伤他母亲的长毛 决定了 他要带领着母亲的孩子们 保护这片丛林 只要我还活着 其他人 休想碰到这些狮子的一根汗毛 奈德利的个人传记 到这里就结束了 从官方的这篇故事中 我们能发现 奈德利的武器 是肉齿兽一族留下的 并且现在的他 为了保护自己母亲的孩子们 依旧在长音丛林中生活 不过他的身世 到现在官方也没有给出 明确的说明 我们来稍微的整理一下 文章中所提到的疑点 看看能否在这些疑点中 推测出他的身世 1.1 奈德利被母亲 美洲狮养育着 原因之一是因为 美洲狮在他身上 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1.2 奈德利身体会发生 野兽化的变化 且曾有段时间 有未知生物在他耳边低难 1.3 奈德利听得懂 肉齿兽的一些语言 1.4 奈德利出生就被扔在了丛林中 综合以上四点 让我大胆的推测一下 奈德利的父母亲 可能是一名肉齿兽 和一名人类 能听懂肉齿兽语言 奈德利大概率 会有肉齿兽的基因 再加上他人形的样貌 父母亲中 也可能有一个是人类 但是这样的话 就有一个疑问了 人和瓦斯塔亚族 会不会存在生殖隔离呢 在官方小说 爱度华桑唐基罗的 田园调查日记中 曾有这样一段描述 如果说 一个人具备瓦斯塔亚血脉 但却不足以呈现出来 动物形态会是什么样子 这样的话 他们应该也可以变换形态 在那篇文章中 也出现了 杂合瓦斯塔亚的概念 所以大胆猜测下 瓦斯塔亚可能是人的一个亚种 与人没有生殖隔离 那为什么美洲狮 会觉得奈德利身上 有熟悉的气味呢 可别忘了 狮子和美洲狮都属于狮子 一头野猪 也有可能养家猪的咋 那为什么奈德利会被抛弃呢 如果奈德利出生在 肉齿兽的部落里的话 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再把父母亲细化一下 可能奈德利的母亲是肉齿兽 因为肉齿兽是靠实力说话的种族 所以年幼的雷恩加尔才会被扔出去 而且如果母亲是人类的话 根据人类感性的一面 被抛弃的可能性不大 脑洞再打开一点 肉齿兽袭击美洲狮的巢穴 可能也是因为闻到了 奈德利长期居住的地方 所产生气味的原因 而在奈德利的传剧中 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这位女猎手发现自己始终还在思考 关于自己的身世 以及她与肉齿兽的那次遭遇 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有朝一日 得知背后的真相 官方在写这篇文章的最后 也把身世和肉齿兽的遭遇 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才敢猜测 奈德利是由一名人类男性 和肉齿兽女性的结合 但是这种猜想 还有一个疑点没有解释 就是这个奈德利发高烧时 那两个黑影是什么东西 以上就是我对于奈德利绅士的全部猜想了 那为了给大家呈现出奈德利更确切的形象 让我们停下关于奈德利绅士的猜想 一起来看看奈德利的官方拓展阅读 人写中的故事吧 从那以后 肉齿兽再没有打扰过奈德利了 奈德利一直过着较为安逸的生活 有趣的事情 在他有一次回到巢穴的时候 发生了 奈德利和狮子们到达了巢穴 当奈德利从狮子变回人形的时候 有一个狮子眼中突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奈德利皱了皱眉头 没管这件事 然后开始清点狮子的数量 嗯 怎么多了一只 后来那只表情异常的狮子就被奈德利怀疑了 果然那个多出来的狮子是由瓦斯塔亚物伪族的 名叫妮可的生物变身出来的 那个人死皮赖脸的说自己一个人很怕又很弱小 非要和奈德利一起生活 不过后来也是度过了一段十分美好怀念的日子 因为某些原因 妮可还是不能一直待在张音丛林中 所以他们经历了离别 妮可说过 他完成事情后会回来找奈德利的 呸呸呸 我怎么又在想那个大蛇头的傻子 奈德利用小溪里的水洗了洗脸 突然听到了一声惨叫 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火药闻 他快速地朝着小溪的下流跳过去 事情发生在小溪的暗旁的一片空地 他把从肉食中那儿得来的长毛藏在身后 在一棵巨大的树背后 仔细地观察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果然一双眼睛锁定在一个正在身影的 有着蜥蜴人形的瓦斯塔亚组身上 有一个人类端着一个管子状的东线 奈德利知道 这个东线会发射一种黑色的球体 速度很快 能见血 很危险 不好 我得去救那个瓦斯塔亚组 正当猎手走向那个蜥蜴人的时候 奈德利故意发出了很响的脚步声 猎人朝着那个方向望去 一个长得很漂亮的长发美女 显然猎人是有兴致和奈德利交谈的 哟 你住的可爱小姐 你是一个人迷失在丛林中吗 如果你没有地方住 稍坐休息 可以来我的影帝待一会儿 我们明天就回以学奥肯了 就是现在影帝没有多余的床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和我住在一个张峰里 不过你先等一下 我先解决一下这个宰种 对了 你离他远一点 小心他伤到你 你打不过他的 来来来 到我身后 奈德利不是第一次被这么对待的 人类总是因为他美丽的外表 而忘记藏在后面的致病杀伤力 他的注意力也没有懈怠 他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手中的枪 并且手中握紧了长帽准备开战 连枪都没见过 该死 我还以为是人类 这是人类基因战多数的瓦斯塔亚组罢了 看来今天有两个猎物了 你没见过这个东西吗 来 过来 我给你看看这个舞 不对 这个玩具怎么玩 说着话 武器从指向西人的方向转向他 就是现在 他飞快地支出长矛 然后迅速地跳了起来 变成狮子 一阵跳跃拉近和猎人的距离后 便扑倒了那个思想为袖的猎人 嘴咬住了他的脖子 但不至于杀死他 武器被吓得扔在了地上 现在男人的脸中满是恐惧 变回女人模样的奈德利 一脚把枪踢到了猎人够不到的地方 你们能不能少来这片丛林 这不属于你们的城邦 给你一次机会 离开这 否则下次就没这么客气 奈德利凶狠地说出这句话 撕下了那个男人的衣服 顺便把枪扔到了草丛里 他没灌人类 松了手 那个蜥蜴人很生气 刚恢复自由之身 就扑向了人类 想给他最后一击 奈德利挡住了他进攻的爪子 蜥蜴人很惊讶 奈德利的力量为何如此强大 而那个猎人也吓得连滚带爬地逃跑了 奈德利显然听不懂蜥蜴的方言 你为什么这么做 他那么可恶 蜥蜴有些不明白奈德利的用意 他有同伴 奈德利指着猎人因为逃跑而流下的血迹 我们跟着那个人类 他们要是撤退了 就当武士发生 要是还在这儿 那就全都杀掉 奈德利说着 把从猎人身上撕下的布 用小溪里的水 沾湿了一下 帮蜥蜴人进行简单的包扎 你管他们叫做人类 那你是 我和你们一样 我是瓦斯塔亚族 奈德利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前 一直是这种回答 包扎到了最后的步骤 奈德利用力地拉紧了这块布 奈德利忍住笑意 我叫奈德利 你呢 库尔坎 那名蜥蜴回答道 库尔坎 今晚和我一起去吧 奈德利对于今晚的狩猎 发出了邀请 好吧 而在猎人那一旁 不惜跑着回到了营地 武器被那个会变身的黑发女人 留在了小溪那里 营地中其他三人 正在准备晚上的大餐 喂 这丛林里面有个外形是女人的人 十分危险 我们要尽快撤队 否则会死掉的 你那么大的武器都没了 你可真是够废物 旁边一个女生 嘲讽着薄熙 她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把薄熙下成这样 是啊 够废物 够废物 一个小胖子在旁边 迎合着 我说的是真的 一个没有先进武器的野人 能厉害到什么程度 在我眼里 就是个喳喳 呵呵呵 喳喳 喳喳 哎 让她听见了 你们没好果子吃 无可奈何 薄熙还是害怕的 但她现在要去找片空地上个厕所 而一边营火生的旺旺的 众人还有着笑声和歌声 当她丢完大包 准备往营地走时 她发现有些不对劲 除了还在的营火 没有任何人的声音 风 似乎很安静 整个营地 只有中心被营火点亮 薄熙很难看到其他地方的东西 她总是感觉好像有一群生物 在他们营地外 随着一阵风吹过 灌木从开始骚动 似乎里面有无数的生物 才盯着她 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眼睛 警告你了 薄熙没能来得及 连大笑的资格都没有 倒在了营地外 那么以上就是 关于奈德利的所有故事了 最近一直围绕着 舒瑞玛大陆东部的 已去塔尔来讲英雄了 那么后面几期 可能会暂时换一个地区 来展开另一个地域 和其他英雄的故事了 如果你喜欢这种视频的话 记得随手帮我点个赞 我将会有更多动力更新视频呢 那么我们下期见咯